绳弯秤轮结 这个绳结呢通常是用来提拉布柜子的物体 现在请看其打法 首先我们把绳子从中间打好对子 让它形成双骨 在合适的位置给它打个反锁结 然后把对子的绳子从这个绳孔穿过来 然后绕过主绳 把这个绳圈从这两个绳子上面给它套过去 套下来 然后呢我们把它输出整理一下 这个绳圈呢是可以调节大小的啊 大小呢就在这时候给它调节好 把它输出整理好以后 大家看没有 这个绳弯秤轮结呢我们就制作完成 这两个绳圈呢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绳结技巧 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 绳结学书籍啊 就是这本书 里面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实用绳结技巧 刚才我们教大家的那种 绳弯秤轮结呢 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记载啊 就是个绳弯秤轮结 这里面呢是采图配文 教大家一步一步如何去操作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啊 绳弯秤轮结 这本书呢 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绳结 在这本书呢也非常的实用 大家可以去了解看一下 这本书呢还特意讲解了 在什么环境下 在什么情况下 达什么样的绳结 用什么样的绳结呢 才合适 在这本书呢 在这本书呢 有什么样的绳结